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部王牌特工惨遭栽赃陷害 一怒之下三将匹马踏平整个黑帮的暴霜动作电影《龙之吻》 故事一开始 男主刘剑复命来到巴黎协助当地警方侦查一个犯罪团伙 找到落交点与街头人白叔接头后 刘剑迅速赶去鸿海酒店与巴黎警方会合 据有利消息 今晚会有两个毒枭在酒店进行交易 刘剑先是被带到洗漱间进行搜身 发现其背后的枪支 一击手弯上的古怪银针核实身份后 刘剑被带到当地警察头头卡当夫这里 而卡当夫此时正忙着 冲某张血肉模糊的脸全权保击 卡当夫搅了刘剑的枪 戴琪在监控室纵观全局 等候另一个毒枭入场 此时两人应招女郎进了毒枭的房间 毒枭匆匆忙前退所有保镖 监控显示红发女郎进了洗手间 而黑发女郎与毒枭战时 突然拔下头顶发簪哼哼哼哄了下去 刘剑剑撞猛地冲出 迅速撂倒门口守卫后 刚好来得及拦住黑发女郎使出的致命一击 刘剑迅速安抚好毒枭情绪 一针刺入其碎血 而此时卡当夫戴上手套 冲着对讲机喊了一声停止录像 最后走进房间两枪蹦出 黑发妹和毒枭直接横尸当场 刘剑懵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 卡当夫的 应该是你为什么要杀他 原来卡当夫就是那毒枭在等的人 但卡当夫没想到的是 监控室的案件老化失灵 一字禁关掉录像时 卡当夫行凶的一幕幕已经被全部录下 这时卡当夫灰下的警察们纷纷赶到 刘剑已经没影了 卡当夫慌了 冲着房间各处连开竖枪 但除了灰洒出来的灰尘羽毛以外 什么都没有 一阵病慌马乱后 卡当夫终于发现 刘剑偷偷翻下了阳台 赶紧抄起终木枪一键扫射 但还是被刘剑跑掉 但危险总是慢刘剑一步 让卡当夫与刘剑多番擦肩而过 监控室的警察们声音监控里 看不到刘剑发愁 突然有人敲门 门一开 正是刘剑 刘剑雷霆停出拳 三两招迅速清藏 卷走录像带 流之大击 转角又被警察两边包抄 刘剑只能匆忙躲进一旁的房间 将能堵死 一个狮的火力往门上招呼 伴随着木械漫天飞舞 门和柜子都是千装百孔 卡当夫已经任进了屋 却发现 刘剑又从洗衣房的运输管道跑了 立刻指派一人跟进去 那人犹豫了一会儿 这位卡当夫一枪打死 卷发客不敢吃衣 立刻钻进管道 一脚就把他踹了下去 卡当夫迅速对着管道连开竖枪 刘剑又往上攀 大创大创的被子 声声将刘剑截住 卡当夫抄起一瓶汽油 泼进管道 用打火机的火焰 轻飘飘了了一下 利燕顿时在管道生疼起来 却被刘剑一脚踢伤眼睛 直接拿来手榴弹 刘剑眼机手快接住 急速下落同时狠狠致出 卡当夫当机立断 一把张的胖子塞进管道口 连险险逃出管道的刘剑 都被爆炸迅而来的余威波及 另一边 接口余生的刘剑又被警察围追堵截 但他丝毫不慌 直接拿出一抵百的气势来 一群小喽喽而已 还不值得他放在眼里 刘剑气都不带喘 就直接清理战场 等刘剑到酒店大厅时 一警察直接抄起两架冲锋枪 疯狂扫射 一时间 大厅里的橱柜 台灯 玻璃 应声爆开 事聊 服依序 深藏 公屿名 当卡当夫一行人追出去时 哪里还有刘剑的影子 这时 监控室的人结结巴巴汇报说 录像带让刘剑抢走了 卡当夫顿时爆跳如雷 大吼道 哪怕把这个城市翻个第二朝天 也要把刘剑抓回来 此时刘剑就藏在其车底 随着车队一起离开了现场 私立逃生的刘剑根据项链里的信息 找到车站的储物柜 有两个警卫正在依着储物柜聊天 第一个柜子打开 里面是一个手机 背后贴着第二个取物码 第二个柜子一弹开 里面赫然列着两排枪械 两个警卫顿时警觉 刘剑雷挺出身 一局将两个警卫制住 迅速引入人海 消失不见 而此时 卡当夫就忙着向中国驻巴黎大使 构陷刑刘剑 但大使助理不信 并要求卡当夫出示确切证据 卡当夫与杰 这时 刘剑通过储物柜中的手机 联系到了大使助理 大使助理表示之后 会再与其联系 卡当夫顿时警惕起来 要求部下密切监视大使 及其助理的一切动向 回到警局 卡当夫为还没抓捕到刘剑 而大发雷霆 这时一个女人瑟缩着 走了进来 她是图妞妞 正是上次酒店那个 戴着红色假发的应招女郎 原来图妞妞的女儿 在卡当夫手上 她曾答应图妞妞 完成上次自杀毒枭的任务后 就放他们母女离开 卡当夫一把摁住图妞妞 张手并将其丢进了巷子里工作 图妞妞因为无意间 抢占了一个肥婆的地盘 被其一把推翻 图妞妞摇摇晃晃爬起来 一脑门撞过去 声声折了肥婆的鼻子 下一秒 巷子的管理人员 一把薅住图妞妞的头发 扯到一边拳打脚踢 这一幕正好落到 屋内吃饭的刘剑眼里 但她什么都没做 只是大口大口的八反 像是在忍耐什么 管理员走后 图妞妞进来要进入厕所 刘剑没果多为难 这个可怜的女人 只让她尽快出来 但图妞妞实在是太累了 居然在马桶上睡着了 被刘剑叫醒后 图妞妞正要离开 又被桌子上的米饭和虾片吸引 扑过去狼吞虎咽起来 好去拿了两大包虾片 塞给图妞妞 并将其推了出去 最后她收到了大使的电话 当即迅速赶往与大使会面 殊不知 两人的会面全程被警察监视 就在刘剑把录像带交给大使时 以发子弹破风日来 大使瞬间闭命 刘剑假意示弱 在手铐逼近的瞬间暴击 一把掀翻桌子 拖面狂奔 警察们再度追丢 值得分开搜寻 但刘剑形同鬼魅 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 拿着枪又怎样 刘剑用一万种办法 可以剿掉他们的武器 但没了枪 这群弱击警察还拿来底气 跟刘剑叫嚣 刘剑从监管中看到又有警察逼近 直接寸到甲板上 砸碎玻璃一跃而上 但转眼又被一群武装警察截住 一时间 刘剑腹背受敌 但多年的特攻行动经验 让刘剑能够革新应手地 应对各种危机 抄起脱发照样当武器 三两招下来就迅速清场 卡当夫在桥上连连开枪 但很快穿驶到桥底 卡当夫跑到另一侧时 船上又没了刘剑影子 原来刘剑攀上桥柱 但别说桥底下了 哪怕是绝地三十 卡当夫也是要把刘剑逮住的 卡当夫迅速召集 所有人手 堵住桥洞两边入口 眼见警察倾巢而出 枪林弹鱼 依托盖脸砸下 刘剑一边速盲躲避子弹 一边夹缝求生 最后逃进阴暗的地下通道 细拐八弯进了地铁站 此时的刘剑已经负伤 长时间的高强动作战 也让他草木皆兵起来 等上了地铁 刘剑又闲闲与警察们擦肩而过 回到落脚点 刘剑就费力地缝合伤口 正被兔妞妞瞧见 为报刘剑的两包虾片之恩 兔妞妞自告奋勇 跑进来要帮忙 缝合途中 兔妞妞讲起话来 就停不下来 交谈之间 兔妞妞给刘剑 看了他项链上女儿的照片 巷子管理员赫然眼前 兔妞妞慌了 果不其然 下一秒拳头就兜头砸下 刘剑忍了又忍 尽全力礼貌开口劝阻 管理员却毫不给面子 刘剑努力压制脾气 逃出钱包 刘剑看他一眼 拿出钱来 管理员乐了 姑娘娘试图劝阻 看免 给脸不要脸 刘剑不再阴人 直接重拳出击 把老虎扶去 很刺激嘛 那就给你们来的更刺激的 姑娘娘都惊呆了 一个老黑走进来脱掉外套 一拳下来连柱子都砸了羊 老黑一身肌肉 堪比铜墙铁壁 刘剑只能不断找机会 猛击其脆弱部位 但刘剑可谓是越挫越勇 进攻一波比一波猛烈 老黑戒恋遭受重创 终于倒下 这时淡定书也赶来 见老黑落败 直接扛起机枪 疯狂扫射 刘剑反应迅速 扑倒哭妞妞 但刚回家的白叔 直接被打成了骰子 枪林带雨将整个屋子 大清洗 淡定书走进屋里 关上他的战果 下一秒 淡定书 刘剑处理好白叔尸体后 想起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遗留在这里的目的 并要求兔女女带她去红海酒店 但兔女女的女儿 还在卡当夫手里 根本不敢出卖卡当夫 于是 刘剑当机立断 答应帮她救出女儿 兔女女回到卡当夫身边 向她提供了刘剑的虚假行踪 卡当夫本性多疑 将兔女女靠在了暖剂馆上 表示 如果她没找到刘剑 她会回来找他算账的 等卡当夫走后 兔女女用美人剂 红手位去给自己拿吃的 接下来一顿操作猛鹿湖 翻出了刘剑要的录像带 靠着半斤暖气管 溜着大击 刘剑用银针给兔女女打开手铐 最后两人赶到孤儿院 营救兔女女的女儿 好不容易潜入孩子们的睡房 掀开被子一看 完蛋 种剂了 战斗一触一发 刘剑一触脱 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 三拳两脚就撂倒几针 但兔女女却被人生兄弟 舒克贝塔劫持 两人迅速外撤 舒克贝塔在窗口开枪 兔女女不幸中枪 刘剑迅速抱着兔女女 感到医院急救 兔女女醒后 第一件事就是 雷眼朦胧问起他女儿 如今他叛逃在外 卡当夫那个魔鬼 一定不会放过他女儿 刘剑抽出银针 刺入兔女女睡觉 睡一觉吧 睡醒就能看到女儿了 刘剑一个电话 打到卡当夫这里 正式宣战 如相待 我已经寄到大使馆 但现在你要担心的事情是 我要上来了 起跟你脖子等着 卡当夫顿时慌张起来 大喊 拉箱警报 全员戒备 刘剑走进警局大楼 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当走过之处 身后横尸遍地 一转身 刘剑误入警局言无常 瞧瞧这熟悉的场景 一如当年他单挑 哄口到场的时候 来吧 让你们祖师爷爷 陪你们玩玩 刘剑一招一式威势力极强 一拳一脚出去 都骨头碎裂的声音 抢到武器 刘剑战斗力再度狂飙 行棍一出 事由破除 左向披靡 闪为不胜 等警察们 从门而入职 就只见一群人 七速八导的哀嚎了 而刘剑又从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突然出现 关上卷闸门 一脚踢爆控制按钮 烈杀时刻 苏克贝塔一前一后出来迎战 这苏克贝塔也是汉勇非常 难怪得卡登夫器重 一时间 刘剑复被受敌 过于下风 两人仗着血肉之间的默契配合 接连重拳刘剑 刘剑将苏克引到狭小空间 限制住其腿上东腹 再重拳出击 这下苏克懵了 接连用免击拳头 这下苏克学乖了 苏克怒了 再也顾不了什么战术之间忙过来 但他没有章法的攻击 实在是破绽百出 一脚宋奇和兄弟 很治愈了 终于 刘剑杀到了卡当夫办公室 卡当夫怀里正抱着 夫妞妞的女儿 这一招叫龙之纹 很重招者 浑身上下的血液 会七七涌伤大脑 血液会从眼儿口鼻流出 死亡过程极一极痛苦 而事实证明 刘剑并没有虎人的习惯 卡当夫很快就蹊跷流血 抽策着一头塞倒在地上 电影的最后一幕是 兔妞妞终于与女儿团聚 握着刘剑的时候激动的热泪盈眶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龙之纹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经典电影